耶~~ 歡迎收看福西二三世第十一集 啊 人生好難得會有一個東西可以走 等一下 一定要很重要的說 4月15號我們要去台中了 對 我們要去台中參加一個舞蹈活動 耶~~ 我們那個4月15號的那個舞蹈活動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項目 就是艾滋的匿名賽檢 哦~~ 你有賽檢過嗎 有 哎呦 賽檢經驗很難忘耶 那時候大叔交了一個男朋友 但是他也是個爛人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就彼此相信對方 然後都是沒有帶那個的性行為 但是因為我就很相信他 就那時候你還年輕 還年輕不懂事的時候 後來之後我才發現其實 我在台北 人在台北的時候 他在那邊就是亂來一通 分手之後 其實就很 你知道很焦慮 就驗的時候就很焦慮 然後逃避 算得明天要賽好了 明天到了明天 算得下次好了 明日不明日 明日和其多 哈哈 然後有一天我朋友就說 你要賽就趕快去賽 對 遲早發現 遲早治療 就是不用再拖 後來有一天我鼓勤我就去賽檢 賽檢的時候 你要等過三個月 三個月 空空氣 什麼潛伏還空氣 那三個月我真的是不得安寧 但後來三個月之後 去驗的時候 就是好像 欸真的沒事 就才放下 心中放下一個大石頭 所以要呼籲大家 真的還是要做好安全性行為 我覺得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保護自己也要保護別人 因為其實你看我們兩個關係這麼好 我們還是會一起去做匿名賽者 我們去的那一間呢 就是在 西門啊 然後那個醫生都非常風趣 他都會說 是不是又沒有戴套做愛啦 他就會這樣子 你知道 讓你放鬆 的感覺 居然一點不放鬆好不好 可是 我每次做愛都有戴套 我敢發誓 我以為醫生是這樣子 例如說 0號 那你怎麼知道 好 4月15號呢 在台中 Lobby Club 有我們Supernova的 一個婚姻平均的舞蹈活動 哇哦 聽起來非常精彩 而且在台中 很難得到台中 我第一次在舞蹈活動 在台中 真的嗎 我第一次下台中 厲害 然後反正這個婚姻平均活動 會從12點開始 中午12點 不是晚上12點 中午12點開始 中午下午2點啦 12點 12點是先裝燈 下午2點開始 然後他裡面的項目有Fogue 有Wag 有 Wag 有 Sex Siren 還有Kpop Freestyle 對 首次出現在台灣的一個項目 Sex Siren 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在這個項目裡面 選出今晚你最想打炮的種馬 所以你出氣之後 感覺自己很性感 想幹人 或是想被幹 對 想幹人或是想被幹 就是你要覺得說 天啊我今天 就是要跟你做愛 就是要跟你做愛的第一名 就是Sex Siren 那說聲抱歉 我會比Sex Siren 你憑什麼 我們兩個在這個活動會有一個表演 對我們兩個會在這個活動裡面有一個表演 對我們兩個會在這個活動裡面有一個表演 然後是關於Kpop Freestyle 然後在晚上呢就是我們的Party活動時間囉 所以如果想要來Party的人請看下面的資訊 下面一定會有 一定看得到 當天晚上如果你來一定看得到我們兩個 喝吧 喝酒 喝酒 很期待 因為很久沒有喝酒了 如果你分享這個影片 你就有機會抽到 Supernova晚上Party的門票 一張 耶 為什麼只有一張 因為你吸一半來 需要還是你買一張票 好商業喔 現在要進行抽獎活動 好我們現在要先抽 第一集分享的 名單都在這邊 哇 來我跟你說因為你看上面有51個人分享 是 但是我們真的抽到只有29個人 因為有些人分享就是用小計量去說 我分享我個人才看得到 喔 Hello 現在這邊有29個號碼 所以我現在要抽 這邊有1到29 抽到誰就是誰 好 1 2 3 6 6號 6號是誰 周佑正 耶 Congratulations 我也是我們 你知道我最怕什麼事嗎 我最怕抽到女生 女生要800塊 女生要800塊 男生只要500塊 對 好恭喜周佑正 第二輪抽獎活動 我們這次要抽的是第9集 可是瑞伴 我回不去了 好第9集 我們現在看到螢幕這邊有52個人 符合這個次數 所以看一下這邊 好 看一下 如果自己想看自己放輕放慢好不好 沒有那麼多時間給你們放慢 52個人 所以我們開獎 開獎 我 我我我我 張冠宏 Congratulations 你可以帶一個朋友一起來G3玩喔 你的朋友 你標籤的朋友 不要給我無帶亂鬧 帶你異議的什麼家人來 但你想帶他家人也OK啦 好 算他媽媽來說 蠻感人的 對蠻感人的 恭喜江冠宏 對蠻感人的 對蠻感人的